大陆集中力量抗击疫情 民进党当局却是不断的捅刀子 比如最近岛内网络就有人发起台湾医生到大陆帮忙的活动 在真假未明的情况下 民进党就下令禁止医护人员离开台湾 此外就连湖北台包反台二次包机也都遥遥无期 这是哪方面的责任啊 一清二楚吧 民进党当局的作为 另一两岸的民众都是倍感寒心 大陆的民众对民进党的业务也都是快要突破临界点了 大陆专家包成科说呢 民进党当局并不在乎滞留在武汉的台湾同胞状况如何 也并不在乎他们亲人生活和学习的需要 他们只要用疫情为手段 进一步的制造两岸的对立情绪 推进台独的政治目标 这样的做法呢 是不可能得逞的 只能够引起大陆民众的极度反感 不只是大陆专家多次抨击民进党当局 以疫谋独 那么台湾方面也有很多人不看好两岸关系的前景 台湾资深媒体人黄伟汉就认为两岸关系回不去了 不只是台湾人与大陆人的关系回不去了 大陆人对台湾人的善意也回不去了 终有一天两岸关系会火车对撞 疫情会过去 两岸回不去吗 很多人提出警告 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 历史是最好的清醒记 火车对撞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需要民进党当局珍惜和平 停止搞分裂 更不要借大陆全力抗击疫情的时候 不断的搞这些小动作 否则疫情结束之时 就是民进党的倒霉之鱼 新款两岸快乐视频 我是李璐再会